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嘛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两个主题 第一,热点要闻素描 第二,深度分析 战狼义和团狂笑 中共红朝气数已尽 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 还请您花个几秒钟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点选接收全部讯息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们的各项通知了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话题 主题一,热点要闻素描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三个热点要闻 先来看第一个要闻 建党百年加强洗脑教育 中共培养小战狼 今年7月是中共建党100年的党庆 中共也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肇事 中共电影局下令启动所谓的党庆影展 要求全国各电影院 每个星期至少要播放两部官方指定的红色电影 也就是宣传中共多么好 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洗脑电影 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不意外 但是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中共居然还想方设法地 要把这种政治洗脑灌输到年轻人身上 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不太喜欢看书 也不太看严肃的纪录片或宣传片 于是中共居然找来年轻人 用唱rap的方式来帮党宣传祝寿 这首歌因为实在太难听 而且内容也不健康 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听了 那是里面讲什么 听党指挥 跟上党的脚步 要时刻跟党走等等 这种党八股的东西 居然就生硬地拿来 要来灌输年轻人 中共真的是把人民都当成傻子吗? 不过更让我担忧的是 中共还进一步加大力度对小学生做灌输 他们把华春莹的战狼式讲话 拿来让小学生做政治学习 把红色洗脑持续地向下扎根 那大家知道 小孩子是很单纯的 很容易被学校老师所影响 那他们看了华春莹的讲话之后 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会不会以为像战狼那样的骂人、斗争 都是正常的? 那这样下去 未来中国培养出好几亿的小战狼 那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那如果您的小孩 每天用这种方式跟态度跟您讲话 那您会怎么样呢? 很值得好好想想 要问二 IMF上调美中经济预测 疫情风险仍然偏高 国际货币基金IMF 4月6号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 那IMF看好今年的经济走势 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上调掉6% 至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 IMF都相当看好 IMF预测 今年美国年度经济渴望增长6.4% 而中国则可能增长到8.4% 好 IMF的数据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 的确 现在疫情有点趋缓了 那美中两国的经济都出现复苏的迹象 毕竟去年已经重挫了嘛 所以现在有比较大幅度的反弹回升 也是正常的 那像美国 在川普和拜登连续的 纾困政策带动之下 经济回温了 就业市场也明显改善 今年3月的新增就业人数高达 91.6万人 那可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迹象 那至于美国和中国 是不是能够像IMF说的 全年经济增长达到6.4%跟8.4%呢? 我个人是比较保留的 主要原因还是疫情 因为现在疫情虽然有点趋缓 但是一切都还不够明朗 那会不会再次爆发高峰呢? 也不知道 那就连疫苗到底 能不能有效阻止病毒传播 连世卫组织都说还不能确认 另外目前美中两国的经济增长 很大一部分是靠着政府的纾困 与宽松货币政策在撑着 那政府债务也因此而大幅增加 而中共目前各地政府都有债务危机 而且失业问题也依然严重 失业严重代表民间缺乏消费经济的支撑力量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 究竟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能有多大力度呢? 那我个人是相当保留的 特别是中共还有长期的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连中国的真实失业数据到现在都不愿公布 所以我想各位朋友 还是要对中国的经济与投资要格外谨慎 要问三 中共南海扩张泛众怒 新八国联军飘扬渡海 中共最近在南海的牛厄礁附近 集结了两百多艘渔船 以似要用海上民兵来占据岛礁 实施军事化的工程 而美方不但派出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进入南海 那美国、日本、印度、澳洲与法国等五国的海军 也在附近的孟加拉湾举行联合演习 准备应对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而德国方面也表态将在八月派军舰进入南海 与盟国一起应对中共 面对这样的紧张局面 中共当然也是有所顾忌 于是中共党媒立刻出来说反话 说新八国联军搞不成 当然中共会这样说 就表明了中共其实是相当担心这一点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要来到南海来对抗中共呢? 主因当然还是中共最近的战狼外交与南海扩张行动 引发了各国的反感与警惕 那我觉得有一位台湾学者说得很好 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那么在大清末年的时候 有太多惨痛的教训 就是因为朝廷在乎的是颜面 在乎的是执政当局的颜面 而把颜面置于真实的国家利益之上 那么到最后导致了国家的悲剧 这位教授说的没错 中共为了自己的颜面 硬是对世界各国发动了战狼攻击 结果招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 但是中共的战狼行动 真的只是为了保护党的面子吗? 当然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下一个主题里 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主题二 深度分析 战狼义和团狂笑 中共红朝气数已尽 说起战狼这个词 你在第一时间之内会想到谁呢? 我想大多数朋友都跟我一样 想到的不是电影战狼里的主演吴京 而是想到真实生活里的战狼 也就是中共那批逞凶斗狠的外交官员们 包括了赵立坚、华春莹、杨洁篪等等 相信大家都明显感受到 最近中共的外交官 在国际上像失控的战狼或疯狗一样 四处疯狂咆哮到处乱咬 比方说 3月18号 美中双方在阿拉斯加举行2加2会谈 那杨洁篪一开场 就对美方开骂了16分钟 他要求美方管好自己的事 还说了一句后来在中国爆红的台词 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3月19号 法国媒体披露 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在推特上 辱骂法国学者邦达兹 是小流氓 那引发了法国舆论炸锅 3月24号 中共发布所谓的美国人权报告 声称美国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 最大麻烦制造者 到了3月25号 中共党媒与共青团发动舆论战 攻击国际时装品牌H&M 发动中国人民抵制H&M 以及其他的外国品牌商品 3月28号 中共驻巴西总领事李扬 在推特上公然辱马 加拿大是美国的走狗 还批评加拿大总领特鲁多 是个爱家子 再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哗然 好 这一连串的攻击谩骂 可以看到中共的战狼外交 不仅是越来越失控 而且还是越来越低俗 不是就事论事的沟通辩论 而是毫无尺度的人身攻击 越来越没有专业的素养 与道德的底线 也因此引发国际社会的震惊与愤怒 相信大家一定好奇 中共这批战狼们 为什么最近这么失控 简直像疯狗或者像没有人性的僵尸一样 在国际社会上疯狂乱咬呢 在我来看 简单一句话 就是为了维稳与统战 如果要往细部说 可以分成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煽动民族狂热 为中共歌功颂德 我们多次提醒过大家 目前在中共眼里有两件大事 7月的建党百年 以及明年秋天的二十大 也就是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时候习近平要争取连任第三次的中共党魁 在这个大环境的背景下 中共党魁是必得在今年和明年 拿出更多的海内外斗争成绩 以及政治宣传 才能为自己创造更高的声望和连任的资本 特别是再过不到两个月 就是中共建党百年的党庆了 因此中共势必得敲锣打鼓 为自己宣传造势做面子 而战狼外交就是中共的面子工程之一 大家知道 在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 隔年清朝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薪酬合约 还要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 那清朝官员也得在外国官员面前低声下气 那这个历史教训 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最大耻辱 那如今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会议上表现强硬 大骂美国16分钟 立即被党媒拿来宣传是洗刷百年国耻 还说中国早已不是习日之中国了 言外之意就是要告诉人民 是中国共产党帮中国洗刷了国耻 是党找回了中国的面子与尊严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对党歌功颂德 更相信习近平的党中央领导 说穿了 这项手法不仅是中共的面子工程 也是一种对国内的大内宣与维稳 第二个原因 广泛树立外敌强迫党内凝聚战队 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 中共党内的派系脚力也跟着火热升温 那党媒也因此不动地发动宣传战 大力宣传习近平 希望巩固他在党内定于一尊的核心地位 现在随着中共二十大逐渐逼近 那北京却大肆发动外交战狼 对世界各国疯狂挑衅 那这是偶然吗 不是 北京当局很可能想利用 计划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 也就是说 北京想要让各国都对中共与中共官员反感 那这样不但可以阻断党内的派系 与海外政府的联系合作 甚至让他们的海外资产被冻结 那他们也就很难逃到外国去了 这样一来 中共高层内部的各派系 就被迫跟习近平站在同一艘船上 必须与中共党魁凝聚起来 枪口一致对外 否则将来不但没有外逃的出路 还可能会被政治清算 那换句话说 这会起到党内统战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 转移疫情焦点 避免国内反弹与国际究责 在经历中共的重重阻然之后 数位专家团终于在今年2月 前往武汉与中方进行疫情的联合调查 虽然调查的过程全都受到中共的安排与掌控 但是专家团还是找到了一些 博力于中共的证据 比方说 专家发现武汉的首例病例出现的时间 可能比官方宣称的还要提早将近两个月 那换句话说 虽然中共费尽心力地隐瞒疫情真相 但是还是有许多疑点无法掩盖 而一名世卫顾问 也在日前接受澳洲媒体专访的时候透露 他认为有压达性的证据 显示病毒是来自实验室 那这一点正好击中了中共的要害 而中共战狼最近高度疯狂的时间 也大约是在世卫调查团离开中国之后 因此中共很可能想要 藉由在国际上失控、闹事 来转移各界对疫情责任的关注 避免国际的究责 也避免中共受到国内的反弹 第四个原因 挑战美方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 我们知道 中共一直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这是因为共产党拥有帝国主义的特性 以及追逐权力的欲望所导致的 而美国就是中共在称霸路上的最大对手 因此从去年初疫情刚开始 中共不但全面掩盖疫情、输出疫情 还悄悄地在世界各地搜刮各式各样的防疫装备 目的就是准备要以疫谋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共希望当病毒瘫痪世界各国的时候 特别是美国 那这样美国的国力就会下降、减弱 而中共就可以趁势崛起 来拉开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 甚至还可以通过提供防疫装备、口罩和疫苗等等 来换取更多国家依赖中共、顺从中共 这就是所谓的一役谋霸 那中共真的相信 这场世界性大灾难是中共百年难得的世纪性大机遇 因此习近平在去年4月就公开地说 疫情是中共发展的难得机遇 而在今年1月 习近平又再次向党内高级干部们强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时与事在我们一边 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 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那换句话说 习近平由衷地相信 现在疫情还没结束 是中共称霸崛起的好时机 到了2月 又有一名中共官员意外地披露说 习近平在党内的谈话当中表示 东升西降 是未来的政治判断 是世界的大趋势 还说 当今世界最大乱源在美国 美国是我国 也就是中共发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胁 那后来习近平又说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 引发各界的热议 很显然 从这些谈话内容可以看出 中共确实相信 美国国力正在走向衰弱 那现在是中共乘势崛起 挑战美国的最佳时刻 所以中共不但一直告诉党员要有四个自信 还不断派出外交战狼在国际社会上疯狂咆哮 挑战美国 威胁各国 那目的就是要向各国宣示中共的强大 但美国已经衰弱 要各国都跟着中共走 然而 中共一厢情愿的霸权梦却收到了反效果 中共原本以为川普下台之后 外党政府会对中共放软 而那些与川普的美国优先路线发生摩擦的国家 也会不再跟着美国走 而是会向中共的霸权来靠拢 但是没想到 中共的战狼外交 彻底冲撞了海外的普世价值与自由精神 引发了东西方主要国家的不满 反而促成了海外国家更加的团结、凝聚 一起来对抗中共的霸权入侵 比方说 中共与欧洲签订的中欧投资协定原本就要通过了 但是却在中共的战狼外交冲击之下 欧洲议会取消了审议 让这项协定陷入了停摆 日本近期也对中共越来越公开强硬 日本外向不但呼吁中共停止打压香港 改善新疆人权 还要求中共海警船 不要进入钓鱼岛的周边海域 日本还准备在今年秋天 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预计将动员14万名自卫队官兵参与 模拟如何应对中共对钓鱼岛的入行行动 此外 法国与美国、日本、印度、澳洲等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近日也在孟加拉湾展开海军联合演习 目的就是要模拟牵制中共的海上活动 应对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而且德国方面也表态 将在8月份派遣护卫舰进入南海航行 德国国防部长强调 中方显然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造世界秩序 以及迫使入国就范 因此德国必须与盟友采取行动来应对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中共的战狼外交不但没有下倒美国、欧洲、澳洲或日本 反而促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 中共却反而更加的孤立、更加的边缘化了 甚至还因此招来了新八国联军来到了南海 准备应对中共的战狼挑衅和红色扩张 中共高层的强国梦正在逐渐变成一场噩梦 事实上 这也反映出中共党魁显然是过度的自信 再次误判了局势 如果继续蛮干下去 很可能会导致历史的悲剧重演 有句话说 历史是重复的 今年是辛丑年 120年前也是辛丑年 当时是1901年 清朝和八国签订了辛丑合约 那为什么要签这个条约 就是因为慈禧太后与清廷太过的自信与傲慢 想要通过义和团的作乱攻击外国人与传教士 最终招来了八国联军的联合军事反扑 也才招来了这场巨大的国耻 再看60年前的辛丑年 当时是1961年 中国在毛泽东带领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等运动的摧残之下 爆发了三年大饥荒 许多地区还出现了人吃人 负食子的人人惨剧 那这场饥荒 总共造成了超过4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那这场三年大饥荒 中共不敢承认错误 宣称是三年困难时期 但实际上是毛泽东过度自信 过度狂妄的政治运动 造成的人祸惨剧 那现在又到了辛丑年了 中共的过度自信与狂妄 以及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狼外交 已经酿成了各国更团结 中共更孤立的国际对抗局面 那几乎是清朝末年的局面重演 那在我看来 这也意味着中共红朝的气数 已经来日无多了 更糟的是 中共逞凶斗狠 低俗谩骂的模样 也让中国人丢进了颜面 甚至引起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误解与敌意 所以我常说 中共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反华势力 这批人打着中国的口号 装成华人的模样 但是却不断干着诋毁中国 破坏华人形象的事情 甚至还可能招来新一轮的八国联军 因此请大家记住 中国不等于中共 中国人不等于中共官员 那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好 最后我们再重复一次 中共最近为什么大打战狼牌的几个主因 原因一 煽动民族狂热为中共歌功颂德 原因二 广泛树立外敌 强迫党内凝聚战队 原因三 转移疫情交点 避免国内反弹与国际就责 原因四 挑战美方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 好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 也请您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